这一个产品是网友寄过来的 这个的话他是一个铝键 铝键的话 厚度是20 宽度是100 长度的话是400 402 他这个长度有余量 然后这个铝键 我们要在铝键上面装夹 装夹的话 他比较长 我们要用两个铝键进行装夹 像这一个产品就是 加工好之后的出来的这个样品 我们先测量一下他 我们分析 测量 看一下他是跟这个毛胚 他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 测量一下他的厚度 厚度的话 是20 这个宽度他是100 长度是400 这个跟毛胚一样 就是这个长度 毛胚有点余量 所以这个长度我们要光一刀 这个表面 他也要求要光一刀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刀 这个是用50的飞刀 先洗一下平面 再把这个台阶 再把这个台阶 我们洗了他 然后开出完 精洗一刀 再用10毫米的洗刀 来洗 这里 进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本来我是想一刀过去的 因为他这个产品他只有一件 一件 一件的话我怕直接一刀下去 会洗到这个 五钱的压板 所以我这样分成这样洗下去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开完出 惊喜一刀 这里面这个也是 开出 惊喜 这个是4毫米的洗刀 他的话就把这些槽进行一个开出 再用这个8的球刀 把这里全部都 精一刀 那这样 然后就进行一个倒角 倒角就把这里这些圆角我们进一个倒角 这边有一个倒角 这边有一个倒角我们把它全部进行倒圆角 倒完圆角就打点 转孔 还有把这个枕头孔我们把它给加工出来 然后就倒角 把这些所有的都进一个倒角去毛刺 然后最后面 最后面就这里他有个字 我们要把这个字给刻出来 就这样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仿真 就把程序所有进行一个仿真 我们先把这个原本这个我们进行一个隐藏 然后选择这个 主的文件 主赛单 然后我们选择主页 然后确认刀轨 我们用3D 然后我们 点播放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后处理 后处理出来我们再把这个程序我们把它发送到这个传输软件我们直接把程序给拖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些刀具就是我刚才编程所需用的刀 我现在我已经把它全部装了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把 这一把的话就是 50的飞刀 然后第二把 这把就是 10毫米的洗刀 这一把就是4毫米的洗刀 这把是8毫米的 8的球刀 这一把 这一把 这一把是奈亚的刀 奈亚1.5的 这一把的话就是中心转 这把的话就是6.8的转头 好 然后这个这个就是8的倒角刀 这个就是0.2的洗刀 就是这些刀具 现在我们要把这些道具装到一床里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这个毛胚我们拿到这里 现在是用两个五天进行装夹 我们装夹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一边就是把一边 因为这边侧面要是 我们要把这边可以出来一点 如果这边洗不到这个五天的压板 这边洗到也没关系 然后就这样弄 那么我们就用五天把它压进 然后我们现在装这个分钟棒上去 分钟棒一般给个500转 我们在这边 给他个500转 然后我们就 分钟我们先用分钟棒来 在这边 就轻轻碰一下他 这边分钟棒靠近之后 我们就用一个丝一个丝这样来走 他抬起来之后 我们就把相对坐标把它歪一方向 把它进行一个清零 好这边也对好我们用二分之一的坐标 好这边也对好我们用二分之一的坐标 好的 你到另外 然后就分这边 x x的话 因为它是有余量加工的 我们直接用十个诗来碰它就可以了 也是把这个x的方向让它清零 也是把这个x的方向让它清零 就是二分之一的坐标 然后再来到供电的中间 我们就把这个坐标 走到的树我们设置在G54里面 现在分钟就把它分钟好了 我们现在用这个向盘表 我们对一下这个高度 高度差 因为我上面所有的刀裤的刀具 都是以这一个 这里有一个平面 是以这个平面为主的 所以我现在以这个平面对刀 然后再碰到这一个供电的表面 看看它们是差多少 把现在的这个杠杆表我们把它弄到零对 来到这个零位 然后我们再 我们再把这个 再把这个相对坐标 我们把它一下子 我们清零 清零之后我们就抬起来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供电的表面 我们看一下它的高度 有多少 我们就把现在的这个树把它抄到这个G54里面来 抄进来之后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检查一下 现在这个平面 就是现在这个平面 它到底差多少 因为它只有一点 我们要 要走着走一下 就看一下它这个平面有多少 他多少个 嗯 这里只差个20个4 不要剪 因为这个平面我们还要光一刀的 这个就是分钟 然后再找一个高度的差 高度差 高度差的话 只要你的刀库的刀对的位置的基点 可一个基层平面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进行一个加工 现在刀具已经全部装好 我们进行一个加工 我们先把程序给调出来 然后我们自动把倍率调低 然后就选择选择性暂停 我们进行加工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平面这里 第一刀是不是未洗到有深的或者低的 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没问题 我们再继续走上去 现在已经把第一把刀给加工出来了 然后就洗了这个平面 还有这边这个台阶 都把它给加工出来了 然后我们走第二把刀 我们进行加工 刚才是那个水太大了 所以这里看不清楚 我们走第二把刀开始运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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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程序就走完了 我们看一下走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检查一下 我们检查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工件加下来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拿下来 它这里还有一些毛刺 我们可以用沙子来把它冲一下 有毛刺的地方 接着哦 我们可以掐一下 把它拿来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 这个东西就可以搞完了 然后的话 我们就是背面这里 我们去一下毛巳 这样就可以了 嗯 背面 这样这种毛巳 我们要用刮刀 刮一下 我们要用刮刀 冰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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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样就可以